欢迎来到乐影时光 其他的东西都是假的 电视里播放的人是假的 动物是假的 植物也是假的 而自己的食物和用品是老男人变出来的 原来是杰克的妈妈乔伊在上学时被邻居锁片 之后被囚禁在棚屋内长达七年 在这七年中她遭受着性侵和殴打 第二年在棚屋内生下杰克 乔伊努力地将棚屋塑造成一个快乐美好的世界 但随着杰克的长大 她的好奇心已经对棚屋内的世界产生了怀疑 为了逃出老男人的囚禁和虐待 乔伊决心带着杰克逃出被囚禁的房间 但当他们终于逃出来 重新回到社会中生活 脱离社会的他们又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这部电影让人的内心非常的压抑 难以想象 世界上真的有人遭受这样的苦难 而这部电影其实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在2008年 奥地利的女孩伊丽莎白 去地窖帮父亲约瑟夫安装一个门 就被约瑟夫迷奸 并囚禁在小小的地窖内 在暗无天日的地窖里 伴随着伊丽莎白的 只有不断的殴打和强奸 在长达24年的囚禁里 伊丽莎白生下了七个孩子 其中三个孩子在一岁时 被约瑟夫带出地窖 谎称是加入邪教的女儿 将孩子扔给了自己 事发之后 警察回忆救出孩子时的场景 他们坐车时吓得浑身颤抖 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 见到夜空中的月亮 他们惊讶地张大了嘴 难以想象的是 从未见过世界的孩子却很有教养 伊丽莎白在地窖里利用仅有的电视 为孩子描述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 并教他们知识 我很惊讶 不是惊讶世界上有如此的恶魔 而是惊讶于身处如此落魄的环境中 伊丽莎白仍然怀有希望 她不愿意无辜的孩子 了解真实世界的险恶 而是亲近一切 只把美好呈现给孩子 人格之强大 母爱之伟大 是恶魔囚禁了天使 是人性之恶 与人性之美的最强对比 乔伊的扮演者拉尔森 将被囚禁的绝望 对回归生活的渴望 以及对杰克的希望 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杰克的扮演者小雅各部 眼睛也是很帮 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时 她眼神里透着惊奇 开心和害怕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从第一次得知房间外 才是真实世界时的抗拒 倒带着妈妈的一颗牙齿 逃出房间的勇敢 看到我很揪心 乔伊和杰克重新回家时 乔伊的父母已经离婚了 不难想象女儿失踪 一对夫妻竟受了多大的悲伤 而这个世界上 还有多少险恶和绝望 不敢想象 我是小音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眼时光